小贝 走 好 去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非 然后的话 放到我回去了 家里面所有的毛孩子都经常出去嘛 但是小贝的话 几个月啊 都没从楼下出来过了啊 所以今天 昨天其实都想到了啊 所以于心不忍 想想啊 还是今天带他出来玩玩吧 让他自己出门转转啊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这个狗我也不担心啊 就是门开着 让他出去跑吧 让他出去跑着玩啊 找我还没说啥呢 回来了 去出去玩去 哎呦 你才玩了一会儿了 可会来了 真是 哎呦 小贝啊 哎呦 老高兴啊 去吧 出去玩去吧 没事 你不用关他们 不用关我 搜搜搜搜 你想出去玩出去 玩玩转转 要是老开心啊 你说太开心了 去吧去吧 哎 转转去吧 去吧 嗯 去吧 哎 去去去去 去拋着玩去吧 去吧 哎 哎 嗯 仔细想想 有真的有好几个月没出来了啊 真的是要出来跑跑啊 不然真的是哎呀不知道咋说呀 春夏秋冬对吧 然后的话一起到这个后面的地这里来看一下啊 前两天还没注意啊 这两天大家看啊 看这个小麦啊 我去全部都发了出来啊 大家看绿油油的啊 就是这样 哎呀我天啊 大家看真的是不经意间啊 这麦苗啊 蹭蹭的又开始发芽了 大家看看啊 真的是时光匆匆啊 一年 真的又快到头了 那种感觉啊 因为等到他们长得差不多有一巴掌那么大的时候 差不多就要过年了吧 就是这样啊 哎呀我里天哪 真的是一年一年 不知道大家感慨不感慨啊 春夏秋冬就是这样 我是挺感慨的 特别是小辈啊 也是在楼上春夏秋冬这样待着 他出来的机会很少 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去年吧 是去年的时候 然后不是带着小辈去那个 那个河边那边玩吗 后来他不是差点丢掉啊 就是找来找去 他就不愿意跟我走 对吧 可能是那时候带的狗太多了 那个摩托车 他不愿意跟我走 后来他就跑丢了嘛 跑丢我就先把其他的毛孩子送回家 我又折返我 然后我又去找他们 又把他带回来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再带他出过门了啊 就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狗 就是跑那边玩去了 小辈 来过来 我蹲下啊 看他过来不过来 小辈 来过来 哎呦 这小辈反方向对开啊 这小辈说 我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 你要喊我回家 又有点不愿意了啊 就是这样 像小辈 小熊 还有小黑 还有小花 他们都是 就是比较纯正的田园犬了嘛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一般都是比较有主见啊 不会太依赖 过分依赖人啊 就是这样 但是很有眼色啊 就是很有眼力劲啊 就是这样 相对比 这个笨笨 然后小毛 还有这个谁啊 对吧 就是不说残疾的毛豆了 反正就是这样 相对比 他是比较有主见 和有眼力劲的啊 这个狗 就是心里面做活嘛 就是这样啊 今天就让他好好在外面玩玩吧 嗯 好久没出来了 真的 他真的好久没出来了 要在那边接手 估计要接手了 哎 真的是挺尴尬的啊 一点互动都没有啊 就是这样 然后的话 我到家门口这边来等他吧 因为我看到他的话 对吧 往那个果道那边拐了啊 乱跑 应该是不会乱跑的 这个狗 我是不担心的啊 就是这样 太独立了 没有一点互动的 这这这这这这 这或许我找到了播放量不高的原因啊 就是这样 没办法 阿飞家的狗都是保持着独立的狗格 就是这样 就只能阿飞自己一个人在这边自说自话了 回家回家回家等着他吧 然后门这里留一个缝吧 等一下他回来就把门关住了 哎呀 说着说着就回来了啊 是不是小贝 哎呦 哎呀 把这个给打开了 我天呐 哎呀 我的天呐 哎呀 我天都相见了 相见了 见面了啊 就是这样 小贝怎么开启了战斗形态啊 然后的话 我在这里啊 讲句真心话啊 我也是真的特别的迷茫啊 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办啊 就是之前有粉丝问啊 问阿飞为什么拍家里楼下这几个毛孩子越来越少了啊 就是这样 其实也没有说拍他们越来越少啊 就是说我发现啊 就是最近啊 我发现当我拍他们的时候不知道为啥播放量特别的低啊 播放量挺低的啊 虽然本身之前播放量也不高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播放量也低啊 就是这样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要打拍了 就是这样 我到底要怎么做了啊 就是这样 就是没没收益啊 基本上 就是说前阵子的话 基本上都是前面那个小毛小熊对不对 他呀 在那边的话就是会高一点啊 我也不知道为啥 可能大家就是洗心研究了 就是这样啊 当然说的话容易得罪人啊 但是我只是只是猜测啊 就是这样啊 特别是小花啊 就我一度我一度以为喜欢小花的粉丝是越来越少了啊 就是喜欢小黑的更是没有啊 这喜欢笨笨呢 简直就是哎呀 我都 大家看笨笨跑哪去了 大家看能能看到吗 啊 这这这这准备干啥呢 笨笨啊 哎呀 我都不知道他准备要干嘛了啊 就是这样 所以的话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就就就大家看到的就就少了嘛 就是这样 我里天呐 笨笨啊 一直没赶上 你不没表演大级的跟大家啊 大家看笨笨 一直补锈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也是有一些迷茫啊 所以真心话 我最近也是有这方面的迷茫 到底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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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对不对 怎么办啊 怎么办 提高流量 提高收益 提高 对不对 否则的话这个 对吧 生活维持不下去了 到时候这这这这也是很 很很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这就是 这笨笨的 他被表演大约了 我去 你再表演 你都准备升天了啊 这笨笨准备升天了 大家看看啊 这笨笨准备这样 准备准备这样和大家聊天说话 见面的啊 这真的是啊 不是我要把它给抱成这样 是它一步一步 导致了它变成这个样子啊 就是这样 我我我其实最近也是很迷茫 不知道要怎么办 给大家看看他们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粉丝 能够喜欢家里面的这些毛孩子们 能够支持我们 对呀 虽然说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啊 各自都有各自的毛病啊 但是对吧 其实他们的优点还是大于他们的缺点呢 我说句真心话 我个人一直都是这么觉得的啊 真心话啊 就是一点都不带缠讲的啊 真心话 就这样 哎 笨笨你其实在表现正好啊 笨笨 笨就没干啥的啊 这笨笨骄傲的晾起了他的头 对不对 笨笨说大家支持我 请大家支持我 我是笨笨 我是我们家的一号粉 对不对 一号 零零零一号 对不对 笨笨走 就是这样 哎呀 就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也是 有的时候也是 有一些迷茫啊 说句真心话 我也会迷茫 对不对 但是很就是最近很少跟大家去说 我的自己的这个困扰 还有我自己的这个难处嘛 对不对 我也基本上没在视频说过啊 最近就是这样 但是的的确确是存在的 就是这样 哎哟 我是笨笨 你说我是笨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去吧 来小肥过来 哎哟 又是你 又是笨笨 就你 就你太活泼了 知道了 有点头不如你 你看你要我身上整那笨笨 哎哟 来小肥过来 小肥过来 哎 握手 哎 嘿嘿 小肥会握手的 哎 握手 好 我看看小肥 哎哟 吃怕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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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斤是有的啊 就是这样 笨笨 你笨看我吊胆都能 几十斤是有的啊 有没有喜欢 小肥的粉丝啊 三二一 上小黄车 对不对 嗯 现在国内不都流行 对吧 那个直播带货上小黄车 对不对 啊 把家里面的这八个毛孩子都上小黄车啊 给他们找一个 对吧 找一个有钱的家庭啊 找个住大别野的 对不对 你们怼过去好不好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小肥的鼻头又特喜欢啊 摸起来湿润润的 就是这样 哇 滑溜这时候呢 湿润润的 哎哟 嘿 嘿 就是这样 你说 我是 0002号员工 你说 我是 啊 小黑 对对对 请大家 直撑我 就是这样 哎 那麦干 刀打啊 子们 不要吊我的娃子头 跟那边 就是这样 嘿嘿 嘿嘿 小土豆 嘿嘿嘿 哎呀 然后 这是我们的 0003号 你说 我是 0003号员工 你说 我吃小花 对不对 你说 我都快失业了 你说 我最近快失业了 我最近快失业了 啊 没有厌计啊 没有成绩啊 打黑丑死了 你说 我也快丑死了 挺大家支持我 我是3号小花花 就怎么样了 乖乖的啊 让很多人喜欢咱 对对 就是这样 好了 其他的毛孩子 我们就不过多介绍了 咱也都知道啊 我想抓黄豆 黄豆是不让我抓的 这个狗 哎呀 可以啊 哎呦 这个 哎呦 你说我是去年加入的 对不对 你说 我是黄豆豆 对不对 黄豆豆 对不对 哎 你说我跳楼跳了好几次了啊 大难不死 逼我黄豆豆是也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这个狗 跳楼跳了好几次啊 而且每次一点字都没有 就是这个狗 跳楼冠军呢 怎么这样啊 请大家支持我吧 我说黄豆豆 吸血 嘎嘎嘎嘎 就是太瘦了 这种大吃吃不忘 本本你挑着啥包呢 真是贵了 哎呦 我里天呐 搞了个头套啊 哎呦 你在那儿搞笑了 你老喜欢这个头套 过来 谁老喜欢 本本老喜欢 来过来 过来 过来 来来来 过来过来 带上 你老喜欢的 带上给你 好了 搞笑的嘞 哎呦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个狗 你看弄得我一身 一身毛 真的是一身毛 楼下的四大天王 就是这四大仙 小花仙 花仙 黄仙 粉仙 和黑仙 就这样 哎呦 我高脸 我得钱了 这锅西 上 你锅西 是这样 随便和大家聊聊 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有喜欢小花的粉丝 时间会带我们见证所有的真相 对不对 时间会带我们要自己坐那 时间会带我们走到真相的这个尽头 对不对 打开真相 所以我一直特别想让你坐坐那里知道吗 就是坐那里 就是坐坐坐下 对对对 不是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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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嘛 不强求你们 虽然有粉丝说让我教他们一些技能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对不对 学那么的技能有啥用呢 对不对 没啥用 我们不会讨好任何一个人 不需要自己活的自在潇洒就行了 我还为人这样 我就是这样的观点 说真心话 就是这样 嗯 吹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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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这样吧 今天就这样 挺开心的 要说说心里话 压力小一些 也挺进行 谢谢你了 好嗎? 好嗎?